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九集的Minecraft生存教学 那么这一集呢,我就会来教大家如何正确而安全的挖矿 还有一些关于挖矿的小技巧要教给大家 首先呢,在挖矿之前我们一定要带一些工具 那么这就是,当然没有钱和骨头 这些呢,就是我们要带的所有工具了 还有一些东西要带 那么首先就是工作台了,要合成一些东西 然后都是泥土,还有斧头,还有鎬 鎬最好呢,都带几个合成一些 那么当然还有,石头你也要带 但是呢,我待会去挖矿 所以我可以去挖一些石头 然后就是,食物 有食物,然后一定要有一桶水 然后一定要有火把 那么至少是30根以上啊 然后有木头,还有木板 不是,木棍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合成一些东西 好了,挖矿呢,它有两种方法来挖的 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探索洞穴 探索洞穴呢,就是你要找一个天然的洞穴了 然后进去探索 但是探索天然洞穴呢,有一个绝招 就是说,如果你碰到很多很多的分叉的话 然后你忘记了怎么回家 这不就是GG的吗 然后你就可以,嗯 就用火把来做这个记号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绝招 把火把全部放在右边的话 你回来的话,一直跟着左边的火把走 你就能走到你的出发点 所以呢,嗯 嗯,嗯 怪啊 哦哟 鼓励怕呀 不要爆 不要 要爆啦 那当然探索山洞就有这个危险 就是说,超级超级多的怪物 为什么这里没有生怪箱子呢 那么这个就是地牢 地牢呢,一般中间应该是会有个生怪箱的呀 然后旁边呢,就会有一些箱 一般是有两个 这个只有一个 然后 旁边 就是就是中间这个生怪箱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了呢 哦 这也没了 那么现在我就开始挖旁边这些矿石 那么旁边这些矿石 最常见的就是煤和铁 当然咯 如果你越往下挖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 然后 其他的矿石 就是说更加稀有的矿石 就是说更加稀有的矿石 当然如果探索洞穴呢 你还有第二个方法 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 呃 在一 就是 不需要洞穴 那么直接在平地上直接往下挖就OK 那么详细呢 那么 待会我会 就说我把这些东西挖完之后 会跟大家讲一下 好了 刚刚挖到了超级多东西 然后 顺便呢 我搞了也 爆肥掉了 所以 现在呢 我要回家 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边 然后告诉大家 第二个挖矿的方法 好了 好了 那么 现在我就是到我家了 然后顺便想一下 这些东西 要给大家再讲 那么现在我就挖了超级多的煤了 然后 呃 其实是满占地方的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 就是 把煤 这样子 填满这9格 你就会得到 一个煤炭块 煤炭块呢 它的用途其实就是 把你的东西给减小一点 当然了煤炭块的话 如果你一格放在这里 它就会给你9颗煤 就是你合成的量 所以这是比较省地方的 一个 合成的这样一个东西 好了 我现在要合成一些稿 好 OK 现在呢 我就要去那里 就是我 以前住在洞穴里 对 那个 我顺便往下挖的那样一个 小小洞 这个其实就是我 呃 挖矿的第二个办法了 那么 那么你就这样一直挖下去 就是说 呃 先挖一个 二乘三 二乘三的这样一个 小小小的洞 然后一直再往下 挖一格 然后这里就 找挖一格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 呃 做成 这这样的效果 当然了 要定期插锅把 因为呢 如果太暗的话 是会有几率怪物出现的 那么这种挖洞的方式呢 其实我并不是太推荐 因为呢 呃 这种其实是 只有你实在找不到任何洞穴的时候 你才会 就是说 呃 用到的办法 那么这个表呢 就是调试屏幕 他呢 呃 其实的话 这个 关于这个表 我详细的详细的信息呢 我是打算留到以后再讲 那么这里呢 其实我主要就是想看一下这儿 这个中间这个 那就是高度 五十四 五十四个高 那么现在已经是足够能挖到铁了 好 那么我就在这里呢 会开辟个小房间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秘诀 那不是秘诀啦 就是一个小小诀窍 那么就开一个四格高的这样一个小房间 那么开着大就自己随意啦 好 ok 那么现在呢 我就是想把这个工作台 来放下去 然后旁边呢 我就放一些箱子 至少要放两个箱子啊 如果想这样的话 这样就是 其实这个小房间呢 就是一个中转站来的 那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现在想挖矿用的东西 放到这里来 然后你从上面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从这拿东西就开始挖矿 但是后边也要放一些熔炉呢 熔炉呢 我就放在 放在这里啦 然后里面放上点煤 没有煤耶 上面有挖一点点 好 刚刚挖煤的过程中呢 我又挖到了连铁 那么就正好解释了 这是个熔炉的用途 嗯 其实这四个熔炉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 就是说 矿物的中转站 那么 就是说 你不用每次拿完矿物都要回家烧了 你就在这里烧完之后呢 就 继续去挖矿 然后 等它自己烧完之后 你就拿着一框 直接回家就OK 那么 现在呢 就是 这样挖的话 就 呃 最大几率挖出矿物呢 其实就是要这样 呃 挖几条通道 第一条是这样了 第二条呢 你就要在它的 左上侧这样 挖上去 好 那么这就是第二条通道 那第三条呢 就是离底下这个两格的距离 那么就是 这里咯 这样呢 就是全方位的探测到这些矿物 比如说 呃 这里没有挖到的矿物 这里就能看到 所以呢 第四条通道呢 就会挖在这里 我们一直这样延续下去 就有很大的几率挖出东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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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非常费稿 还有非常费 费精力和时间的这样一个工作 所以呢 我不是太推荐这种 就是说 你实在是找不到任何洞穴的时候 你再用这种方法来挖矿 如果能找到洞穴的情况下呢 我就不是太建议用这种方法 尤其是你资源不是太够的时候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就是想搭一条楼梯上去 楼梯呢 我在前不知道哪期已经交过了 就是这样搭的楼梯 那么我就放在一侧 这样就是上去的时候 你就不用每次都跳 然后还可以省一点那个饥渴度 然后下去的时候呢 你这样就可以下去了 然后你上来的时候呢 就走楼梯 所以你 比如说两种方法 你都不用跳 所以呢 这个的确是一种 楼梯可以搁在左边 然后这个空格的可以搁在右边 都是吸引变的 我还没有下雨 Oh my god 已经晚上了 跑啊跑啊跑 很快就睡觉 谁也看不到我 谁也看不到我 什么事都会发生 哎 好了 哎 OK 你停了 好 现在呢 我就是 其实铁呢 它也是可以来合成这个铁块的 任何的矿石都可以来合成任何的矿石块 这样就 夹多了你空间的储存 就是这样 那么我现在呢 就是要去 呃 其实先可以合成 把 那 合成一把铁稿 其实铁稿呢 呃 合成和石稿都是一样的 也是这样 你就会获得一个铁稿 那么铁稿呢 我现在就不轻易用了 因为 我现在还有一些石稿 好了 那么现在我就去 继续挖矿了 我现在 那么我现在呢 一直往下挖的话 这我就先没有挖 因为 啊 有这些东西打 我就挖到了一条 呃 峡谷 这就是 峡谷 那么峡谷和洞序的区别 就是峡谷是比较长 而且比较宽的一种 一种洞穴 但是它是峡谷 峡谷呢 它可以住在地下 也可以出现在 呃 地上 那么就是说 可能有一半会漏在地上 就是 在 地上也有啦 就是 我去这个人工洞穴的路上 应该能看到那个峡谷 那比较深的峡谷呢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稀有的 矿物 那么这个非常浅 所以 没有 哦 这里有个深点的洞穴 那么可能那个洞穴呢 就会通向比较深的地方 然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金啊 红石啊 呃 还有 还有 还有钻石之类的 甚至可能出现钻石咯 嗯 嗯 嗯 好了 那么现在我就 继续挖咯 啊 那么现在呢 我就一直往下挖 然后我就挖到了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金子 那么就是在 三十多格会出现 金子呢 石稿是挖不动它的 只能用铁稿来 那铁稿呢 它会出现金矿石 金矿石呢 只要 呃 通过烧制的 吓死了 只要通过 你再挖我了 所以呢 有时候 一个 这个铲子也是非常不必要的一个东西 不 不 但 像一个 个大铁石 他还会在街上 这个铁石里 非常不容易 难道 这是 终于没了 那么金矿呢 就是金色的啦 非常明显的金色 然后这里我应该弄点楼梯 金矿呢 它是比较稀有的一点东西 以前是金块呢 它是可以来合成附膜金苹果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所以金矿就又一次变得 不是那么之前的东西了 现在烧一下金 好 继续往下挖一挖 更往下挖呢 这些稀有的矿物就越多 然后我非常非常希望能见到一个地牢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这集准备讲地牢的呀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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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非常的不配合我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牢呢 结果是没有过生怪砖的 不知道为什么呢 各位 我貌似挖到地牢了 耶 终于挖到地牢了 不过是什么地牢呢 敬请期待 time oh my god jes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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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这个有时候这个 骷髅的地牢它比较难搞一些的 走你 然后如果你让一只骷髅呢 伤到其他的骷髅 然后他们自己就会互伤了 哎呀不要再射我了 当他们没有骷髅在出现的时候呢 你就要立刻这样插 不要再射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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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这样插上去呢 oh no 我跑先 就快没血了 好他们就在互相杀了 好吧 oh no 还有一个你在坑我吗 哎呀不要再这样了 你不要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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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钻射 不要再受了 不要再受了 我的我的我的 吓死我了 天哪 那么大家应该就能看到一个正宗 正宗 正宗的地牢了 我刚刚差点死掉哎 天哪 太猛烈了 那么你应该就是说 一见到这个地牢呢 赶快把生怪箱打掉 或者 其实最好不要打掉生怪箱 因为以后呢 我们可能拿这个来做 怪物农场 尤其是骷髅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所以 尽量不要打骷髅的咯 oh no not again not again not again 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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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我要把这里堵住先 独猪猩 独猩猩 独猩猩 哎 好了 那么 这个地牢呢 以后我就留着它了 然后旁边一定要插扣火把才可以 要不然呢 它就要生怪了 好 旁边的正宗地牢 就会有两个箱子 每个箱子里呢 都有 等一下 每个箱子里呢 都会有一些 呃 有时候很幸运 但有时候不是太幸运的这种 呃 这就是这种奖励品 耶 好 那这一集呢 就是这样啊 下一集 我将会教大家一些 战斗的一些指引 嗯 这个有金钱 嗯 然后 就是说 下一集可能是讲装甲了 因为 1.9它更新了超级超级多的东西 所以呢 呃 有时候一集可能讲不完 所以我 可能 集只可能把它分成 呃 两集来讲 那么一集就是讲 盔甲了 一集就是讲 攻击制度 还有武器 好了 那么这集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哎 我们下集再见咯 嗯 大家再见 拜拜 哈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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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